YouTube 大家好 我是Dan Apli成员前文的母亲 昨天公开了非常长的立场文 看着因为生不如死的痛苦而难受的女儿 不能只是对她说 要坚持真相一定会解开 所以决定写下了此文章 然后公开的内容 其实跟之前前文的立场文差不多 只是更加详细地说明了 当时自己看到的情况而已 而多处的部分是 前文母亲跟现局母亲的聊天内容截图 并表示了妈妈们的关系也是很好 如果现局有被前文排挤的话 妈妈们的关系怎么可能会这么好 然后也公开了前文在2017年写下的日记内容 并表示 Hyunjoo在退团的时候跟代表说了 前文是对聪明姐姐说自己坏话的坏姐姐 看前文的日记就能知道 虽然 Hyunjoo有把自己做成奇怪的人 也因此很伤心 但是前文有些努力地想要维持吼关系 然后也表示 之后女儿会亲自公开其他证据 我也会为了解开女儿的委屈 会努力到最后的 我们来看一下网友们的反应 因为是你女儿所以觉得委屈吧 大家想知道的是有没有排挤 Hyunjoo 怎么你们公开的内容一直是在说 Hyunjoo是奇怪的孩子 我们不想知道她是什么样的人 我们只想知道有没有 妈妈什么都不做才是帮女儿 真的搞不懂吗 警察都已经说了时机发生了那些事情 粉丝们怎么还是说没有排挤呢 是看不懂文章内容吗 但是也有网友表示 Tiara也是那样 AOA也是那样 一定会有反转的 本来就是 Hyunjoo在装自己是受害者 把其他孩子们做成了加害者 但是以后就算真相大白了 也是在Apo里被毁掉之后 都经过了TiaraAOA的事情 还不知道吗 对于前文母亲发表的立场文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一个消息是 大家记得演员彭敏诺吗 曾经出演 Gumina Namigage Modun Palmer 收到很多人记得演员彭敏诺 因为在2018年 骑摩托车发生车祸 进行了大型手术 而当时所属公司对外表示过 头部虽然接受了大手术 但手术很成功 目前已经逐渐好转重 不过从那之后 就再也没有任何消息了 然后在最近 坎敏诺的父亲 出演了一个宗教电台 公开了儿子的最新情况 难怪一直都没有消息 从Kerry的MV开始 就觉得他很帅 看他坐着的样子跟表情 应该是脑损伤很严重 听那个医院的患者们说 一开始连动都不能动 现在还能扣人辅助 坐在轮椅上 但是还是不能一个人 站着或者是坐着 不过爸爸现在还是感谢 儿子能活着 真的不要骑摩托车了 希望能有奇迹发生 下一个消息是 在与所属公司 FNC娱乐合约到期后 与YouHere的 Anthena Music签订了 专属合约 Anthena Music表示 宇杰森是名副其实的 国民MC 公司会全面支持 宇杰森新的挑战 希望大家能继续 给予不变的姻缘 宇杰森也表示 能与认识很久的 伙伴们一起工作 感到非常高兴 请期待之后 会展开的有趣的事情 我们来看一下 网友们的留言 恭喜恭喜 宇杰森YouHere 只是想象都觉得很好笑 宇杰森与Anthena的 艺人关系都很好 真的好期待 是为了收购 Anthena而去的吗 之前宇杰森在 综艺节目中 当着YouHere的面前说过 如果Anthena出现在 二手市场的话 自己就会购买 我们继续为宇杰森加油吧 今天最后一个消息是 最近韩国疫情 再度升温 连续好几天 都破了1000多人的 确诊数 演艺圈也是连续 传来了艺人确诊的消息 前几天 先是由 Imped队长 金森宇 有在接种疫苗后 确诊的消息 接着演员 Xia Jian ATG成员 Chasan Lua的成员 Kim Minion 然后在昨天 Gosho's Toyinion Trader成员 Toyang 也传来了 确诊的消息 而不只是艺人们 很多工作人员 也传来了 确诊的消息 所以让整个 演艺圈都非常担心 现在虽然有些地方 疫情有稍微稳定 但是绝对不能 掉以轻泄 要不然前面的努力 就会白费的 真的真的很想念 之前没有口罩的日常 希望我们大家能够 再坚持一下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新冠病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